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看到甭管是华尔街也好还是这个硅谷也好 出现了这个大量的就是比如说公司freeze整个的这个internet的这种hiring是吧 就是招聘这一块有很多公司已经开始把它freeze掉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招聘的这个公司的话 主要是两类一类就是资金比较雄耗 全球这个cash就是公司就拥有的这个开始排名前十的这些公司 比如像苹果啊 facebook啊 其实现在还是在这个招人 然后的话比如说这个warmat amazon对吧 也在这个招人因为他们这个疫情其实对他们有影响 但相反的也是这种机会 但是与这个相反的话呢 就是大部分的公司其实还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的话呢出现了这种就是hiring这个freeze这种情况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很多公司也开始了这个这个layoff 是吧 比如说你像这个yap这家公司的话一共三千多人 然后准备这个layoff是十一千人 对吧 这都是很大这个比例的这个layoff 当然他们的确这个疫情对他们有一些影响 但是大家也看到就是从美国这个各个州政府 以及这个联邦政府的话 也一方面在这个疫情这方面进行这个积极的准备和工作 另外一方面也在刺激这个经济 不知道大家这个是不是收到了那个一千两百块 是吧 就是这个给的这个就是算是这个 一个刺激经济一个办法 anyway就是会看到四到六月份 这个疫情会有一个影响的一个持续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也是在做一个就是经济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方案 所以的话三个月的话就是看这个等于是四五六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 希望就是美国这个就业市场能有一个翻转 对吧 那么这个是这个三个月的这个呃 由来嗯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在这个美国这个就业市场上 我刚才提到了大部分公司可能都不招人 还有这个Lilf但是也有一部分公司就是在招人 那么的话他们这个呃整个招这个过程的话呢也变得越来越缓慢 一个是就是work from home 对吧 整个的你看这个面试的这个过程 现在就约个面试都得约一个礼拜 对吧 然后之后约完了之后又开始你本来你work from home 本身来讲你应该时间比较flexible 但是不知道就为什么 其实很多公司其实想约个时间也都大家协调起来比较困难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面试形式 对吧 很多onside也都变成这种online的这种那个形式 大家等于当时要用这种conference call 对吧 嗯 进行这种面试 面试这种形式也在这个改变 一个是变慢 还有一个就是形式改变 还有很多公司越来越怎么样呢 去采用这种OA online assessment 因为就是它没法让你当面去做这个白板 是吧 又没法让你去这个就是onside去面试 而且现在就等于当于整个这个 嗯 大家的话等于当于就是很多都是是是远程 那么的话呢我们我们希望是看到就是更多的公司能够去 恢复到正常的这种工作的状态 就是到办公室去上班对吧 这个depends这个疫情的情况 但是一旦这个情况出现了 那么的话呢嗯我们感觉就是 在北美的就业市场的话会会出现一些非常positiv的信号 就很多公司原来本准备去招人的但是freeze了那么 他们现在要把人给hire回来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公司它lay off了这个EP人 然后经过一个counter的一个调整 财报方面又比较好看了 因为这个就是cost被大大的这个减是是降低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在人力方面的这个缺失也会有一个补充 也就今年秋天的话就是从现在开始再过三个月四个月以后 那么很多公司其实在人力方面会有一个缺失 所以这个市场会慢慢的变得这个positiv一下 所以的话呢就是基于这几个原因吧 嗯书经学院教学的这个啊 我们这个教学组的老师就是给我安排了一个题目 就是说这位老师你怎么样给同学能够去安排一下 现在开始对吧 比如说五月六月七月这三个月怎么去安排一下时间 为自己就是下一份这个呃就业市场转好之后 如何去找工作做一个准备 还有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被这个lay off了 或者说天天担心这个lay off 那么是不是利用这个时间能够去学习一个新的这个技能 能够去呃转行或者是技能方面做一个提升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呃讨论的区域 如果大家呢就是有这个问题 希望呢就是你可以在Q&A里边就是呃提出来 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根据大家的问题做一些讨论 好我把这个背景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然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呃内容 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Jason老师和他的朋友们 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是work from home嘛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联络起来呃也都通过电话和conference 最左边是我们数据工学院小姐姐的这个微信号对吧 大家有什么可能问题都可以扫描 然后中间的话呢是我们一个合作伙伴 AI pin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去匹配这个简历和工作呃 岗位嗯这里边的话应该是AI pin的这个求职老师的一个微信 你可以上描就是求职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去找他们 他们可以推荐工作 右边的话是我个人的这个微信 一个是我的微信的二维码 一个是我link in的二维码 我觉得最近的话link in上边其实反而挺很活跃 很多我在link in上的朋友都给我发这个message 就是说去就是呃问就是最近数据工学院有什么需要帮忙呢 有没有是嗯需要去内去内推的呀 然后需要做一些什么是讲座 我觉得大家其实还都是非常关心就是在北美华人这个数据 这个行业里边互相帮助对吧嗯好 那么我就把我的这个几个嗯二维码给大家放到这里 那么首先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去考虑三个月的时间 如何实现一个小目标对吧 就是使你成为一个qualify的一个商业分析师数据分析师的一个岗位 那么的话呢其实里边包括好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我觉得啊就是说呃你要对这个就业市场有一个认知 第二个你要对你所应该具有的技能有一个认知 第三个的话呢如何获得这些技能 你要有一个具体的行事方案 第四个的话呢就是你要配合这个自己这个求职方面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光是技术方面成熟 其实你求职方面如何写简历 如何投简历投哪些公司 然后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的节奏 对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的面试技巧 很多公司比如像Amazon对吧 它的这个behavior的这个问题其实还都是相对比较独特和这个有挑战性吧 对好那我带大家再按照这个思路给大家就是把这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安排一下 另外呢我也就是做一个小广告 就是4月25号的话书情学院会有一个商业分析师的一个课程 本身的话是十周 然后这十周基本上是按照今天我安排的这个三个月计划去走的 那十周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些这个就业辅导方面的一些这个对同学的帮助 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就是随着这门课的话 你也把今天咱们讨论这个三个月计划给实施起来 好我们先来看weekly 嗯 我觉得今天可能来的人 嗯 有一部分不是理工科的背景 所以对于这种从零开始可能不太适应 其实在很多这个数据方面计算机方面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我们不是说第一周第二周对吧 那么这里边的weekly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你没有开始真正week1行动之前 首先你要知道美国的就业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商业分析师来讲 这个呢是从这个careerexplorer.com上面来的这个数据 左边是这个数据 这是80万 然后每年成长14.3的成长从2016年到2026年这个10年期间 右边的话呢是整个这个是一个热力图 就你可以看到它根据颜色的变化表示这个数量的这个多少 那么你会看到California就是加州 然后西雅图 然后东岸的这个都是一些比较这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这个地区 然后week1第二件事你要做的事是什么 你要知道哎我要去做这个商业分析师 我这些技能都有哪些 所以的话我就给你找了三份简历 一个是marketing方面的 一个是gaming公司的 一个是e-commerce方面的 我刚才大概介绍了一下就是其实美国这个疫情 你说不受影响 那首先像苹果啊 这个facebook这样的公司其实受的影响不是很大 另外因为他们也手里面有大把的这个cash 也不害怕 另外在别的公司的话 你就看到比如像e-commerce Amazon这个Walmart 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些损失吧 但是也有一些机会 gaming更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 赌协大家闲着没事儿 其实又回到了打电子游戏这个状态 marketing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受一些影响 但各公司的话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更会重视这个marketing方面的这些这个投入 所以的话 你看我给大家就已经圈出来 是吧 比如说BI的技能 比如数据库的技能 design这些metrics的技能 然后做这种ad hoc reports 对吧 做这种商业解决方案的推荐 然后的话呢 使用工具有这个Excel PowerPoint 还有这个SQL database 然后这个gaming development 你看有这个strategy insight 然后去做一些这个data mining的工作 然后build这种BI的这种dashboard 然后数据可视化 然后user acquisition 然后使用Tabular和SQL e-commerce这边 你看比如说像A-B testing 这个US这个设计的这种实验的测试 然后的话呢 比如说有这个BI SQL Tabular Google Analytics 然后有这个 Regression analysis 以及这个R和Python 这是我所有highlight出来这些这个技能 那么的话 这些其实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我这三个月 13周 对吧 我怎么一步一步的提升 把这些技能能够学到少 还有一个我怎么安排好这个 求知方面的这个问题 好 讲完了week零 对吧 从零开始 week one的话呢 这个就是 你要开始 就是真正的就是投入时间去学习了 对 很多情况下 这个商业分析师这些 它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模块 那么的话呢 是包括比如刚才我们看了 数据库 这个 data virtualization built这种dashboard 然后的话 还有一些programming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商业的知识 比如说这个 提供解决方案 matrix track这些过程了 对吧 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 就是机器学习 比如像 regression analysis 对吧 其实这个的话 算到机器学习 也可以算到这个统计分析了 对 那么这几大模块的话 那么的话呢 其实每个模块在我们就是 上学的时候 可能都会成为一门课 对吧 一门课的话 比如说两个学分 那你加起来可能有 至少20多个这个课室 但实际上的话呢 你想想你这20多个课室 你能不能用一周把它学完 差不多 对吧 因为一周我们工作40小时 所以的话呢 就是你要首先要梳理信息 这个数据库是一个学期的课 我能在一个星期掌握 其实很多的时候 学校里边的那个课程浓缩一下 其实你是可以在一周之内去掌握的 好 那么第一周 主要是说什么 你要把这个SQL要学一下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吧 SQL里边呢 比如说这个 主要是我们比较推荐 就是 MySQL加这个 Workbench 两个的话就是机有工具 又有这个系统 是吧 就是可以学习 把这个学习起来 week2 你要学习一个programming的语言 对吧 如果你本身不是这个 理工科出身 对吧 然后的话 我觉得R语言对你来讲 相对来讲 是比较容易和入门的一个 一个语言 本身它也是为这个统计学 做这个分析 所以说week2的话 要focus在这个programming方面 R语言本身 其实也是可以调用前面这些 SQL的这些quiry 所以两者之间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来学习 那week3的话呢 会进一步的 就是说去巩固你R语言的 这个编程 以及呢 在R 运用R语言 做一什么 比如说做一些这个 比较高级一点的操作 比如说 built一些dashboard啊 然后built一些data virtualization啊 对吧 这个是这个就是 整个这个week3的这个 这个任务 我们的那个BA的这个课程 其实也是按照这个流程 来去走的 好 那么week4 week4的话呢 就是到了第4周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家应该就是数据库这方面已经会了 然后有一个编程的语言 简单的一些statistic analysis的知识 也具备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应该学习一些 稍微高级一点的分析的一些算法和手段 这些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转行的学生会觉得 这个有点难 是吧 我都没有学过线性代数 然后你现在让我去学统计分析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在商业分析这个领域来讲 其实你没有必要哪一个统计的经典的这个 这个大骨头的testbook就来学 是吧 比如说经典的这个sthetic inference 是吧 那本书巨厚无比 还有一个introduction to这个probability 也是巨厚无比 对吧 我觉得这些其实 你不一定说全部都把它这个学下来 只要是以这种应用为主 像这种线性回归以及逻辑回归 这个在大部分我们这个分析里面 其实就已经是够用了 线性回归本身 对吧 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做这种prediction 特别是就是比如说 这个销售量的prediction啊 这个supply chain啊 demand and supply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 一个线性回归 是吧 仅仅加一些就是稍微复杂一点的 这个高位的一种 这个regression analysis 其实就足够了 那么logistic regression 其实是在前边那个linear regression 之上 只是加了一个转换的函数 使它从一个对于一种 就是regression这种问题的这个预估 变成了做了一个分类器 所以这个的话 对于比如说很多时候 我们做一些 比如说 default analysis 就是做为这种 就是叫classification 比如说你想去判断一个用户 它是不是存在这个欺诈的行为 那么判断一个用户 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你们潜在的用户 这个时候这种分类器 其实你用的东西 其实用的是比较多的 而且非常的简单 这个实用 所以这个week 4的话 我们要学习一些 机器学习方面的一些 这个知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week 5的话 continuing on machine learning 前面我介绍这个regression 其实是从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之间 这个overlap 两者其实都是讲 都是讲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 只不过 机器学习那边 把regressants放在前面 然后统计那边 把这些regressants assets的话呢 也是放在它比较偏后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部分 知识这个领域 是有一个overlap 是重叠的 但是的话呢 在机器学习里边 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方法 比如说supervice 就是 坚持集体学习以键 以及这种 unsupervised这种 merchant learning 对 那么第五周的话呢 就是大家要去掌握一个方法 就是叫这个 clustering 就是叫聚类 中文叫聚类 它是一种非坚持集体学习的方法 然后的话呢 他们来帮我们做这种分类器 比如说举一个 我们商业分析师 经常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上周 我们有一个同学 去一家公司 去面试 对吧 他面试这个岗位 就叫什么 就叫 这个 population analysis 你听这个词 是挺怪的 是吧 就是一家 这个marketing 这个team 对吧 那么他去找一个 这个人口分析做什么 但是你一看他的这个 job discipline 你发现其实他是主要是 做这个user segmentation 就是用户这个 市场分类 对吧 这个是做一个cohort analysis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用我们传统的这种 比如segmentation里边的 比如说demographic 就是地理的 这个是人文的 然后geographic 是地理的 然后还有 psychographic 是心理学的 还有一个是user behavior 这种segmentation方法 但是在第五周的时候 你要学习一个 新的一个方法 是什么 在机器学习里边 我们有一种 非建筑机器学习的方法 它可以让你 通过machine learning 来对你的用户群 进行这个分组 分组之后 然后你再去看 每个分组 他们自己的这个特色 也就是在你并不知道 这个分组的这个 这个条件之前 让机器学习 采用一种这个 key means的方法 是吧 帮你去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个分组 对 那么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就是 我觉得可能 以前我们 做这种上线分组 都没有想到说 我们还可以用 这种方法 就这个是引入 机器学习之后 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 前面我们解决了 就是等于 统计分析 然后数据库 我编程方法 然后week六的话 就是我建议 抓一本 这个excel的书 对吧 其实在我们 数据分析这个课里边 我们也有 单门的老师 就是给大家 就是去讲一些excel 那么excel 做这种数据分析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 短平快 现在其实有 很多的公司的话 他们先有了一些 这个分析的工作 都是基于这个 excel上面的 我会见过 在银行工作 二十年的是吧 他不会任何的 这个分析工具 只是excel用的 非常的熟练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工具吧 我觉得不在于 这个工具的好坏 在于就是说 你能不能熟练的掌握 所以的话 week六的话 建议大家 就是还是 学习一下 我们也会有老师 单门辅导 就是做 学习一下这个excel 对 我们数据库学院 有一个 Lang Center里面 也应该有 这个相关的 这个课程 好 那么到了第六周 结束以后 是吧 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考虑一下 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不能总是 关在家里 来去学习技能 我是不是要去 为我这个 找工作面试 做一下这个准备 这时候你要盘点什么 你要盘点一下 你的这个简历里边 有哪些东西 是可以帮助你 拿到一个面试机会的 对吧 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就是你的 Hands on的这种 项目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吧 就是你 你的简历里边 是吧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然后的话呢 就是 有你学习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课程 但是这些的话呢 都不如 你有一些 这个非常工业的 这种项目 在我们这个 4月2日所 开课这个课程里边 我们其实是 介绍了几个 第一个 Churn Analysis 有些同学可能 不知道什么是 Churn Analysis 其实就是 一个用户 对于他 丧失用户的 可能性的一个分析 这个对于很多 Business 是非常非常 这个重要的 对 然后的话 Marketing Mix Model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 你做这个 市场分析的时候 对吧 一个重要的一个 商业的模型 它不是 机器学习的模型 它是一个 商业分析的一个 模型 对吧 你怎么去 分析 众多的这种 Marketing渠道 他们之间 孰清孰重 对吧 对你整个公司的 Marketing的策略 以及你这个 Business 这种运算 都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的话 我们就前面说了 就是 Default 和Fault 那次的话 其实都是 这个典型的 这种 监督式 机器学习的 一个应用的 领域 然后的话 等于相当于 就是 Business 过程的分析 你要就是 等于相当于 就是对于一个 Retail 一个零售商的 一个数据 进行分析 然后的话 还有就是 做这个 Real Estate 一个市场 等于相当于 一个房市 也就是在 美国这边 就是房地产的 一个市场的 一个分析 然后 Customer Segmentation 对吧 这个主要是在 一个Wholesale的 一个Industry的 一个背景 对 你把这些 项目的话 写在你的 简历上面之后 那么的话 你这份简历 就变得什么 变成一个 就是非常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吸引的 一个简历吧 对 好 那么你在 第六周的时候 写了你一个 简历 把你前面 这个学习的知识 以及你做的 这些课程 写到里面去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会 想到 我要不要去 投寄 一份简历 对吧 那你投寄 这份简历的话 你会看到 就是 你要什么 要建立好 什么一个 求职的一个表格 自己有一个 Excel的文件 去track 你投了哪些公司 对吧 你要分析 哪些公司 还在招人 然后的话呢 你是不是可以 build你自己的一个 LinkedIn的一个 这个profile 对吧 update 然后之后呢 再LinkedIn 通过LinkedIn 去这个 去这个 寻找工作机会 对吧 然后 等于相当于 就是 下边的话 是 实际上是 求职方面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 第六周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 think about 或者准备 整个求职方面的 一些情况 好 这个的话 大家如果要是 有这个兴趣 你可以用手机 照下来 这是我们给大家 准备 就是你求职 应该这个 planning的 这个相关的 几个内容 对 然后后边 我们还会讲 这个 offer negotiation 以及面试方面 一些技巧 好 那么第六周 我觉得就是说 是一个小的 一个总结吧 对 因为正好是一个 三个月 这个13周的 一个中间 对 好 从第七周 开始的话 我觉得 你要怎么样呢 要花一定的时间 去 build自己这种 BI 就是 business intelligence 方面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技能 是什么 data virtualization 对吧 就是数据的 一个 可视化 对 那么大家 我们在这个 人工政策读书会里面 也介绍过一本书 叫 Storytelling with Theta 是一个 Google的一个 前面的一个产品经理 写的一本书 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 数据医学院的 Lens Center 可以去找一找 这个 读书会的 这个课程 好 那么 第八周 我觉得进入 第八周的话呢 其实 这个时候 我们在技能 方面已经就是 built了整个的 这个 这个 skill set 那么的话 第八周的话 我觉得就说什么 就应该是在 一些 business 知识方面 就特别是 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 你作为一个 商业分析师 你应该具有的 一个商业 知识方面的 一个 是基础 对 如果大家 就是去 这个 数据中学院的 这个 Learn Center 就学习中心 就是 study.data applap.com 就是在我们 官网前边 再加一个 study 一点 那么你可以 看到我们 这个Learn Center 里边有很多 已经录制好的 这个课程 其中就有一个 数据分析师 应该具备的 这个商业知识 那里边 就是 pretty much 都是 在第八周 你要去学习 首先 overview of business process 一个商业的 过程到底 是什么样 对吧 然后你的 MMM 也就是 Marketing Mixed Model 如何去分析 这种Marketing 然后之后 如何 利用这个 STP 这个 商业这个 模型 做这个 市场的 这个扩展 对吧 然后的话 就是 你如何 做这种 比如说 一个是 这个MM 一个是 这个 STP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在你整个 这个Bits and Assets 里面最重要的 这个几个 这个技能 对 然后第九周 进入第九周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继续你这个 商业知识学习 比如说 Lead Generation 比如说 如何进行 这个Pressing 然后如何 做这个市场分析 通过Surveyor 进行这个 市场的分析 还有一个 掌握一个 重要的一个 数据分析 一个技能 叫AB Testing 对啊 好 第十周的话呢 就是 我觉得 进入 你前面那个技能 和这些 商业方法 都掌握以后 我觉得 你要学习的是什么 就是 等于相当于 在不同的 Industry里边的应用 对 在我们这个 商业分析师里边 我们介绍了 三个 一个是e-commerce的应用 一个是gaming 一个是healthcare 这和我前面那个 就是给大家举的 那个 工作岗位 例子 其实很类似 对 为什么我现在就是 主要是想让大家 在这三方面 要去下下功夫呢 因为你现在你看到了 还在去招人的 healthcare的公司 肯定还在招人 gaming的公司 还在招人 然后Amazon 这个Walmart 这些e-commerce 这些企业 还在招人 对吧 那么不同的行业 他们其实对于这种 人才的这种需求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就你除了前面 你学的那些技能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你这些 domin knowledge domin knowledge 对吧 然后特别是 比如像这种healthcare 那么最近其实有几 有几个单位 是我们同学们 经常这个听的 国际卫生组织 然后美国这边是什么 这个CDC 是吧 就是这个美国这边的一个 这个有点像这种疾病 这个中心一样的 对吧 那好 那么的话呢 这两个组织的话 其实在这次这个疫情过程中 其实都是发挥了 很大的这个作用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CDC 其实它关于这个healthcare 它有一个CDC 10 11 这两个是CDC 关于美国疾病的一个 代码 也就是这个行业里边 大家通常使用的一个code 对吧 很多healthcare这种 这个分析的行业 包括是insurance公司 还是这种公共的这种单位 像CDC 还是说一些医院 还是一些医疗机构 他们在招聘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是希望 你能有CDC的这个 这个code的这个基础 就是你能够大概能够知道 看一个code 你能大概知道是什么病 对吧 这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unique 和绝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对于这种 不同的industry 你要有它自己这个 dominion的这种knowledge 对吧 当然gaming就有gaming的 自己的这种要求 这个e-commerce 也有自己e-commerce方面的这些 这个要求 对 好 那么这是进入这个第十周 也就是说你前面技能的话 都去掌握了 然后这些你感兴趣的这些industry 是吧 也有这个帮助 那么是不是你要在简历里边 要去增加更多的这种项目的经验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看到就是 在我们4月25号开课的这个商业分析师里边 我们在后半层其实是引爆了 比如像AB testing啊 像如何计算这些conversion rate啊 health care的analysis啊 然后 super and demand analysis啊 然后还有就是hotel这种 就是这个引课出一个数据分析的实例 gaming公司的数据分析实例 然后这个最后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线上线压 联合的这种商店 就是retail加这个online store的这种数据 这个分析 对 你把这些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加到 就是你的这个简历里边 这时候的话呢 你简历上面这个技能会更加的这个丰富 对 好 那么大概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十周是吧 你这个时候等于相当于 一整套这个商业分析 这个就是数据学院的 boocamp也也上完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进入了这个求职的下半场 对吧 前面我们在第六周的时候 大家去think about整个的简历 是吧 应该怎么去丰富起来 linkin应该怎么去做起来 然后怎么样去开始在linkin上面去 做networking啊 去投一些这个工作了 那么十一周到第十三周 相对比较这个关键 那么首先你要去有一个功课 这个地方我大概copy了一下就是linkin的一个面试的过程 但其实我们商业分析师的这个过程跟这个就非常之类似了 对 好 那么第一轮的话都会有一个phoneinterview 然后之后有一个技术的一个店面 有的时候还会配合一个比如说一个data challenge 就是一个给你一个数据组吧 让你去进行这个分析 然后下边的是这种onset 对 不过大家可能会稍微做一点这个思想准备 在这个三个月的这个计划里面 其实在后半场你进入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就是我们每年都非常重视的一个招聘的一个旺季 叫秋招 那么的话呢 秋招其实是很多公司在这个公司的这个party里面 其实就是规定好了 特别是大的公司 每年这个人员的这种淘汰率 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淘汰率 对 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这个facebook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员工的工作时间 大概是1.2到1.5年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数据是不是是准确了 但是你至少你要知道 这个淘汰率其实还是蛮高的对吧 嗯 OK好 那么公司会淘汰一些员工 然后或者是前一段时间lay off了很多这种 比如说工资比较高的 好现在我要不去hire一些这个新的这种员工进来 一个是员有人能干活 另外一个整个公司cost也会低一下 这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进入一个就是每年这种秋招的这种这种情况 当然今年会比较特别 不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疫情会不会恢复的这么快 但总体来讲 现在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我们还没着急是吧 这个就是这个州政府联邦政府他们先着急了 都在这个都在忙着这个复工 其实这个也是美国整个经济来讲面临一个这个压力 因为你不能整个这个经济全部都这个休克了 对吧 嗯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第11周的时候 第11到第13周的时候 你实际上你是有几个 一个是这个经济肯定会有一个复苏的一个方案 对吧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每年这个秋季的一个招聘的一个季节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要把主要经济放在什么 放在这些找工作面试方面 好 面试方面的话 给大家提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 电话面试 特别是这种behavior这种interview的时候 他问什么呢 比如说哎呀你为什么对于Facebook这个岗位是有兴趣 对吧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什么什么什么position 是吧 你为什么去申请我们联系的这个数据科学家 或者是商业分析师的这种岗位 对吧 然后tell me something about 什么什么什么 你过去做的一个什么项目 related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在check就是说你的一些这个技能 就你前面学的技能 然后很多的时候 他会有点像这种case的这种interview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就是使用一个方法了 叫start的一个方法 这个肯定很多同学都已经这个知道 叫situation,task,action以及results 对吧 就你回答这些这些风interview的这些behaveway的问题的时候 对吧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好 那么下边的话呢 就是这个面试过当中 其实就是考核前边你所掌握的技能 比如seql啦 比如说programming啦 比如说商业分析啦 比如说这个marketing analysis啦 然后之后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些机器学习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的话呢都是在这个技术面试过程当中你要去这个准备的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技术这个面的时候 特别是这种phoneinterview的时候 大家其实还挺喜欢问一些 比如说一些case的问题 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 这也是就是我是拷贝的一个linkin的一个面试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就是你有没有使用过linkin 然后你发现某个feature 你要不要去improve一下子 对吧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这种case的都会问这种 就是这种open-ended的这种question 这种问题的话 其实对于这种转行的同学来讲 我感觉来讲 应该是你比理工科更擅长的地方 因为理工科你叫他一道题 写个seql 写完了 但你要让他做一个发散行思维去想想 我linkin有一个这个功能 怎么样的就是用户的这个 友好性对吧 更更友好 或者是怎么去提升一下这个功能的user engagement 我这些话反而是我们就是这个比如说文科生啊 或者是从这个business了或者econ了这些背景的学生 擅长这个去回答的一些interview的一些问题 对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理工科也好 还是转行的文科生也好 或者转行的其他专业也好 我觉得大家各有所长 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onset onset的话呢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现在很多onset都是变成这种就是online的形式 但我想经济这个就是等于大家恢复工作以后 我觉得还是很多公司还是prefer 就是onset 因为onset这个东西 它会怎么说呢 会更多的去 其实我觉得面试这个东西吧 主要是考量你能不能在这个团队里边 友好的这个工作 这个personality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考量吧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 ad-hoc的或者临时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问题呀 都比较好考核 所以我想就是大部分情况下 你将来的面试可能onset还是需要去真人去去面试的 对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要思想准备 一般的onset的话 就是轮数还比较多 linkin的话是五到六轮 别的公司的话也不会少 这三轮肯定是是要有的 你看你对吧 你的将来你的这个同事 对吧 你将来的老板 然后你将来协作的这些团队 就所谓的叫state holders 就是利益相关方 比如说你做商业分析 那么你是不是要为marketing团队做这个服务 business团队 产品团队 这个公司更高的一些management团队 比如strategy 对吧 那么你就这么 你数的话 那至少可能有这个 有这三组的人都希望能跟你见个面 跟你聊一聊 看看将来是吧 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合作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觉就是面试的过程包括什么 统计啦 数据库啦 然后product sense啦 当然有很多人也会问一些behaveary的一些问题 对 这个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就是 简单的就是介绍了一下 就是这个面试的这种过程 那么的话呢 这个就是 数据运营学院这个交给我的一个作业 我也是用了这个一周的时间去这个准备 到底怎么样 去在疫情的这个大环境下 是吧 在 我觉得现在来讲 疫情还很难讲 就是说就被控制住了 但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三到四个月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 甭管是周登会好 还是联邦登会好 都在积极的这个启动这个 刺激经济的这个计划 所以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 转行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怎么能够去build up 你自己的这个skill set 怎么样 就是说去 有计划 有步骤 可行的是吧 这种分析 可行的这种 就是学习的这种计划 对吧 来去在求职方面 其实有一个进展 这个就是我交给同学们的一个答案吧